最後一段要做的叫做 簡單的化學劑量 有這麼多的A 可以產生多少的B 要生成這麼多的豬 需要多少的C 叫做簡單的化學劑量 就是 問我反應物的需要量或生成物的產量 叫做簡單的化學劑量 那麼基本上就是要知道化學反應方程式 你才會知道A加B怎麼變成C加豬的 然後重點就是那個均衡計數 因為均衡計數就代表個數就代表末數 那麼我們就可以用末來去做計算 所以我們在求所謂的簡單的化學劑量的時候 其實就是在算末 所以你必須要懂得前面到底怎麼求末 因為均衡計數就是個數就是末數 就是末數 那末怎麼算 我總共交換幾個算嗎 三個 我總共交換三個算 第一個是多少個除以6乘以12三次方 在考試的時候這個用得比較少 第二個叫做質量除以原質量或分質量 其他用功課做單位這個用得多 第三個叫做容易的末濃度乘以容易的體積 體積要用功課做單位這個也用得多 所以後面兩個公式在考試的時候用得多 所以用得多 第一個公式用得比較少 但是它都是末的計算方法 所以第一件事情 你要知道 你要匯背 到底我們怎麼算末 第一件事情 你要匯背 我們是怎麼算末 老師總共交了三個算末的方法 多少個除以6乘以12三次方 這個多少個就是你要算的那個丸葉有多少個 你要算氫原子就是氫原子有多少個 你想要算氧分子是氧分子有多少個 然後再來就是質量以功課做單位 除以原子量或分子量 再來就是末濃度 可以容易體積體積要以公升做單位 這就是我們告訴你算末的三個公式 三個算法 你要把它記好 背好 然後後面的題目才能夠解決 那我當初在教你的時候 我把計算的方法分了三步驟 第一步步驟是寫出均衡的化學反應方程式 那我講過在考試題目裡面 這一步幾乎都不用做 絕大多數的題目都已經信號給你了 少數題目是有寫方程式可是沒有平衡 更少的題目是方程式連寫都沒有寫自己要會 但是非常少 所以大部分這個題目是不用做的 人家第一寫好給你看 方均衡的化學反應方程式 第二步 理智跟索球都換成末 為什麼要換成末 因為我剛剛講過 我方程式寫完我就會有均衡係數 均衡係數就是末數 所以我會曉得末關係 因為我能夠曉得末關係 所以我要把它換成什麼 換成末數 所以我們要把已知條件跟索球 要把已知跟索球都把它換成末 已知跟索球 給我的條件多少質量啊 或者多少濃度多少體積啊 都把它換成我們的末 所以已知跟索球都換成末 剛才跟你講啊 因為方程式寫完就有均衡係數 均衡係數就是末數 所以我曉得末關係 那我把它換成末 那我就能夠帶到那個關係去 就是最後一步 末數比就是均衡係數 末數比就是均衡係數 因為我方程式寫完 我就看到均衡係數 我就知道係數關係 也就是末文關係 那我把東西都換成末文之後 我就把它帶到那個關係裡面 它應該是1比2還是2比3 就是S比Y給1比2 S比Y給2比3 那我就可以把它算出來 所以就是我們分的三步驟 所以我們在當初教你的時候 我們簡單化學激樣的三個步驟是 一 解除均衡的化學反應方程式 並且平衡 二 已知條件跟索球都換成 莫3 我們的莫數比就是均衡係數比 就是我們當初教你的計算方式 然後這裡有一個小問題 一定要提醒你注意 這是過量 A加B變成C加珠 我在算的時候 是多少的A加多少的B 產生多少的C跟多少的珠 這個是用完的用掉的 那個均衡係數指的是用掉的 可是如果我的抵失條件A也給你 B也給你的時候 你就要小心要注意 有沒有東西過量 超過了太多了用不完的 用不完的不能用 我們是用完的 用掉A用掉B 產生C跟珠 剩下的是沒有的 沒有用的 所以我們要以完全反應的為準 所以只要題目裡面 反應物給我兩個條件 A也給B也給的 你就是表示你要注意 注意什麼 注意有沒有東西過量 有沒有過量 來算的時候呢 要以那個完全反應的為準 最後是要提醒你注意的事情 可能有過量的狀況 就是跟各位提示一下 我們的簡單的化學劑量 到底應該要怎麼做